這幾年來 中感的人有越來越年輕的 狀況 根據調查有八成中感的 年輕人因為感情失去原本的頭路 因為有一般以上的老闆對有中感的人 有疑惑 距今當年三年前在地圍 後來檢視包專輯 目前是圍寒第四季 破壞期間 因為開道化療才的治療 不只體力賣賣 社交通局跟收集 採取的檢証 就算現在賣中會這段工作 也不認未就的挑戰 化療跟化療 中間剛剛好有一些縫縫的時候 有一些活動就是有去出席 那接下來讓大家知道我生病之後 就沒有戲劇的邀約了 其實有未就少年感情不認同的狀況 經濟台灣年輕感情協會 向新的調查發現 二十五到五十歲的感情 年少子五十萬以下是誰 有八十感情因為地道感情 失去原本的工作 因為有百歲以上老闆對二感受有疑惑 有四十五感情因為身體狀況 現在找到適合的頭路形態 有八十感情少子就這樣檢証 每個月檢証5千到2萬 遇到最多的都是會從正職變成兼職 這是最多的 就是大部分都也許會回到 或是只能在家裡上班 做一些接案的工作 英國會合法統計 一百空九年因為 感情治療 二十歲到六十四歲 努力流逐運 將近四十七萬人 民安團配共條 這些人都是家庭重要經濟資料 感情治療 事件都要錢 經濟負擔當 在貨幼企業應該應做 接種優先環境 感情感受 在就感情後家庭財務衝擊 記者綜合報道